我是赵昊康 欢迎你来到赵昊康的现场 我们现在很难得 访问到洪兰教授 洪老师在我们现场 洪老师早 好 赵主持人早 是 那这本书 你翻译的叫做 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英文很简单 How we learn 我们怎么学 是 是 那作者叫做 迪汉 他是个法国人 对 你跟他很熟啥 我跟他很熟 为什么 我跟他的老板很熟 就他以前的那个 那个论文的主持人 那论文的老师呢 是叫做Shak Melo Shak Melo 去今年二月过世了 那我跟他很熟悉的原因 是因为他当时来美国 就是来开会的时候 那时候是住我家嘛 是 那么Shak Melo 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 他喜欢喝好酒 懂得享受 对 然后他家里呢 他家有个很大的地窖 里面有存到很多很多的好酒 那就是83年 我们那时候八几年 我们去巴黎开会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以前都是来我家 吃我煮的中国饭 现在他要烧 正宗的法国菜 请我们 然后请我们喝好酒 那个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就有个比利时的教授 就跟着我们一起到他家 因为他家有好酒 那难得喝到的时候 几百年的什么红酒 拿破仁世代的什么酒 我们去的时候 他家门口有警车 黄的线 把房子围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呢 有小偷 小偷进去 把他的酒给偷走了 真的啊 他就是说这个人呢 我们说做实验的人 都叫很龟毛嘛 叫Meticulous 晚上六点半要吃饭 他五点钟开车出去 买最新鲜的海鲜 所以 它是最新鲜的东西 做才会好吃啊 那被人家盯上了以后 他车子一开出去 带别人的货车就来了 就偷酒了 所以我们那天 听到以后 就觉得 这个他心情一定很不好吗 父亲传给他 这么多的好酒 就被人家搬了一空 真的搬一空 开货车来偷走的 那 那我们就讲说 那就今天不要吃了 然后你心情一定也不好 他那时候讲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你知道 这么贵的酒 小偷偷去 卖不掉 他不会 他舍不得喝掉 卖是一定卖得掉 可是他舍不得喝掉 所以你只要有钱 就买得回来嘛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朋友难得来 那所以我们已经来了 海鲜也买了 他一定足够我们吃 但是叫我们不要担心 说这个好酒 这个时间过了 只要你有钱 在拍卖市场 一定买得回来 这种胸襟不容易 是当然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他煮饭菜的时候 那个谈笑风生 并没有说那种 受到影响 对不受到影响 那时候我也年轻 就想了说 这是真的不容易 你要人生休养 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能够这样 能够 是不是 那么你从他这个 就找到这是一个 你可以交朋友的人 他把友谊看得 比金钱 比那个什么来的重 所以后来 这个迪汉是他的学生 那么迪汉 在法国毕业了以后 就到美国来做Poster 去的地方是 博士后的研究员 那去的地方 是做那个Attention 注意力 最好的一个 这个叫Poster的 那个实验室 那么因为我们是同行 就常会见面 所以有好像 十几年前吧 反正迪汉 后来有时候我们开会 台湾开这个 就是认知神经学会的时候 有请他来演讲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也还没有结婚 那么后来当然回去以后 因为他太太是一个神经学家 很厉害的地方呢 他能够做两个月大的婴儿 放在核四共振里面 扫描他们的大脑 那这个我们做不到 因为核四共振里面 是不能动的 那你两个月的婴儿 也不能讲理 也不能干嘛 也更不能把他绑起来 对不对 你如何使他不动 对他怎么要做的 进去还要叫我们呼吸 停止呼吸 对对 搞碗点这样 所以他很厉害的地方 真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同行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他说他去定做一个 跟婴儿身材一样大的摇篮 然后把婴儿 布包包起来 放在摇篮里面 基本上他头就不能动了 然后呢 放到里面去扫描 然后他就说 做这个实验很有耐性 婴儿稍微一动 就要停下来 然后就一直要重复 那么他太太是一个小儿科的医生 然后就这样子做 然后我们也问他 我们要做三岁的孩子 就是刚刚学讲话 三岁的孩子的核磁共振 你怎么也使一个三岁的孩子 不动呢 他说很简单 他说我们都晓得什么叫制约 就是那个Pufflof 那个狗听到铃声流口水 他说把孩子放在核磁共振里面 然后先给他看卡通 卡通里面就是他说 你不能动 你一动卡通就不见了 他就先看一分钟 对不对 一分钟孩子一定会头会动 一动不见了 就跟他说不要哭 没有关系 你只要停30秒不动 那个影像就出来了 孩子就从一分钟 两分钟三分钟 慢慢学习到 能够到七分钟头不要动 哇这三岁小孩 七分钟头不动 很多父母都羡慕死了 对他就可以这样 他用这个制约的方式就做到了 那所以他的手上就有很多很多 婴儿小孩子 在大脑发育时候的 影像 影像 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有 我看到很多影像 里面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以前不知道孩子在 在发育的时候 那个他在想什么 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大脑是怎样 现在他拿到这份 就是他有这份资料 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呢 拿了很多国际的大奖 所以他最早以前写了一本书 叫做Number Sense 就是动物也有 动物也有数字的概念 小孩子很小也有 多的跟少的 他都会知道 那动物也有 那么他写了这本书 我觉得很好看 所以后来他第二本书就是阅读 我们都觉得我认的字就会阅读 他说不是 你认的字不会阅读 阅读有个叫Dyslexia 阅读障碍 所以他那本书我把它翻成中文了 因为台湾的时候 有大约6个percent的孩子 是有阅读障碍的 那我孩子在念 那个民雄的国小的时候 他们班上就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有阅读障碍 可是因为老师不知道 什么叫阅读障碍 他就觉得说 你不肯做作业 我打你啊 打到你最后肯 对不对 那他打到手掌都出血 很不忍心 我几次就跟老师讲说 这孩子是有阅读障碍 你不能用一般孩子的方式去教他 你更不能打他 打到他恐惧 对不对 老师就告诉我说 他有30年的教学经验 打了就会 这很可怕 所以后来 我真的把那本书翻出来 可是翻到时候 这老师退休 就没有用到 这孩子很可怜 是 我们现在访问这个黄兰教授 我只好奇那个 红酒丢了 后来有没有找回来 关系这件事情 其实后来我们没有问他 可是我心里想应该是会 你说200年的 这个Napoleon时代的那种酒 是卖到1000块美金的 那这种 真的是你偷到了 你舍不得喝掉 除非真的 卖的时候可能会被抓 他当然就是有那种地价管道 慢慢的就是 其实可以去 加格梅了已经过世了 真的是应该可以问他一下 后来有没有找回来 好奇 不过以他的胸襟 大概早不早回来 也无所谓的 也无所谓的 慢慢累积人生的经验 刚刚生的宝贝他怎么会有 Coding在他的基因上头 因为人是演化来的 演化来的 有很多的东西呢 就是如果你 我们说在epigenetic 环境也会慢慢改变你的基因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基因 那你就死掉了 你就传不下去了 所以等到我们现在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对于外界 有很多叫他内隐的知识 比方说他给很小的婴儿 看地心引力 对不对 东西在空中 他一定会掉下来 可是孩子很小的时候 没有人教你 你怎么知道这个呢 他做的实验很简单 就是一个汽车 在一个绒布上滑过去 那滑过去的时候 绒布没有了 没有支撑的东西 那后面应该要掉下来 可是他没有 婴儿没有看来 就是后面一个很细的绳子 把那个掉着 所以当那个车子 这样移过的那个板子 没有掉下来的时候 婴儿眼睛就张大了 嘴巴就会张开来 很奇怪 很奇怪了 看得比较久 那他有很多的实验 让你知道说 如果今天是不符合你的 这个所谓这个天真的 我们说的物理的机制的话 孩子会一直 孩子跟动物都会很惊讶 会看很久 比方说我们做猴子 一个苹果 给他看 然后布幕拉起来 然后再放一个新的苹果 到布幕的后面 布幕打开来 两个苹果 猴子看一看就不看了 大约看三秒就算了 就这符合他的 婴儿也是 可是如果布幕拉开来 变成三个 那两个人的眼睛都会睁大 脚巴都会张开 都会看久一点 就是这不符合他的 这个对于数字的观念 那他有很多很多的实验 就让你知道说 其实孩子有很多 而且孩子对于 你对我好 跟你不对我好 你那个脸上的表情 看得出来 就是说你如果讲话声音低沉 或者脸是凶的 孩子不要你抱 这样子 孩子就会马上不要你抱 难怪有些人抱到孩子 孩子会哭 当然觉得很凶这样子 基本上他是一个 比较凶的人 或者是说他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人 十眉三目 笑笑的 对对对 有这样的关系 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是 出生四天的婴儿 放在核子共振里面 儿童谣给他放 他父母亲吵架的声音 才出生四天 他是听不懂你的讲的话 才出生四天 可是因为你吵架的时候 那个相当无好言 口气会恶劣 那个语音会高尴 婴儿的恐惧中心会亮起来 所以不能在孩子面吵架 他都懂就是了 好我们现在访问是 黄南教授 谈这个大脑如何进入学习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每个人 智商是不同的 有人笨 有人比较智商没那么高 有人天才 所以龙充龙 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动 那生下孩子都一样吗 他那个有尝试 还是有的尝试高一点 尝试低一点 好 这个部分 就是每个孩子对于sense 外界东西 sense 讲起来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说所谓学习的快慢 这个学习的快慢 一般来讲 我们会用它开窍的早晚来解释 就是开窍早 天生英才 开窍晚 大气晚成 就是任何人只要IQ超过120以上 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谓的天才 可是天才不见得每个人都成功 因为成功的背后 不是你的智商有多高 而是你有没有我们说毅力 你的那个毅力 还有你的那个品德 这个有关系 就是另外的东西了 对 好 我们现在访问洪南教授 我们休息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我是赵超康 欢迎你回到赵超康神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是洪南教授 谈他翻译的一本书 这个迪汉做的 史坦尼斯勒斯迪汉 他是泛国人 泛国人 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英文就是how we learn 我们怎么学习了 那 他其实还有一个 英文还有一个小字叫 why brains learn better than any machine 为什么for now 以后我不敢讲 以后机器也许会学习 等等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脑筋 会比机器学的好 这等我们谈 那刚才呢 既然小孩出生就有尝试 有人开教找 有人开教晚 那所以从 是不是就胎教 跟小时候的教育就很重要 好 因为我们看到 先要讲一下 胎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胎教 妈妈讲话 孩子的肚子也是听得见 可是他没有办法在你肚子里 学英文 这个千万 妈妈每天念英文 这没有用的 因为空气的传音跟水的传音是不一样 对不对 我说pin和bin 是两个不同的英文字 就是bin跟pin是两个不同的英文字 水里面 那个stop consonant pin和b是听不出来 那个差别的 但是孩子会听到的 就是我们的句调 intonation 所以我们会发现 法国的婴儿跟德国的婴儿 他们在哭的声音是不一样 因为法国法文里面 传音豆瓣在后面 德文传音在前面 所以法国的婴儿哭起来说 哇哇 后面传音在后面 德国的时候 就是传音在前面 哭的声音就不一样 就是他的intonation 所以胎教里面 顿错我们这样讲 顿错 好 这里面我觉得重要的地方就是 胎教呢 就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 不要生气 母亲紧张会产生stress hormone 这个对孩子是不好 紧张荷尔蒙 对 然后压力了 压力荷尔蒙 好 母亲的营养要够 现在已经知道说 在长这个 我们说中央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e system 那个长大脑的时候 你的营养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呢 是说摩里西斯 南太平洋一个小岛 摩里西斯 他这个人 这个教授是南加大的一个教授 他就跟瑞典的政府 申请到了一笔钱 就是把100个小朋友 给他吃维他命 鱼油什么营养 另外呢 其他就是他的控制组 就是没有这些的 然后那是三岁的小朋友 对不对 过了18年 他们都成年了以后 回去摩里西斯 去找法院的那个犯罪记录 看有没有说 这个小时候比较 特别照顾的那个 后来犯罪记录少 第一点 有 就是发现在长前脑的时候 其实是很重要 然后一个很好的例子呢 就是在1944年的冬天 到1945年的春天 这个在荷兰叫做饥饿的冬天 就是德军封锁南银河 使南银河西边的 阿姆斯特丹 路特丹 他们没有东西吃嘛 饿到什么地步呢 就把那个 郁金香的球根都挖出来吃 那个球根是有神经毒 他是不能吃的 所以等到这些孩子到1963年 长到18岁的时候 他们当兵要做身体检查嘛 就发现有很多就有精神的毛病 就想到孩子小的时候 那营养是很重要 那么这些有很多的实验证据了 所以母亲在怀孕的时候 美国的是政府给你钱 给你叫Prenatal的Vitamin 怀孕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生出来 Prenatal给你这个Vitamin 就让你母亲营养要够嘛 那我们又看到说 9个月到2岁 是小孩子曾经大量发展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会爬 会爬的时候呢 外界的刺激 会促使他神经的连结 而神经的连结很重要 跟他长大以后 学习啊 创造力啊 都有直接的关系 那所以呢 幼儿 因为他这个是幼儿时期 神经会大量的生长 所以幼儿时期的环境 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 我们为什么给母亲 两年的这个育婴假 就是0到2岁的时候 那个孩子有很多内隐的学习 是跟着他一辈子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反而是觉得说 进了国中以后什么什么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自己有一些分辨能力 孩子小的时候 他的安全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 黄岚教授谈这本书 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里面有很多图了 这图我还真的不容易 这个印刷也还不错 就各种各种图 然后讲这个 刚刚黄教授提到 神经发育的这个过程 我发现都有 神经的这个 对 那特别提到说要阅读 说阅读过的脑 跟没有阅读过脑 是有差别的 所以一条阅读 是到底怎样 因为阅读改变大脑的结构 好 我们四字的人 跟文盲的人 在大脑结构上 有不一样 一个呢就是贬值体 叫做Corpus Colossum 它是连接两根脑半球的 有阅读的人比较厚 然后我们在前脑啊 在大脑有好几个地方 其实是不一样 另外呢 我们的短期记忆 比文盲大两倍 读 有阅读人比四字的人 短期记忆 短期记忆就是说 你今天看到一个数字 我看到一个东西 记住 你一眼看过去 你能够记得多少 那他们讲 现在很多诗字嘛 老人诗字 短期都忘了 都记长期了 这怎么回事 他其实也不是 以前的诗记的 早上诗字不忘了 早上中午吃饭没有忘了 对对对 好 这里面是这样子 我们的记忆 是需要经过 叫Consultation 就是书的最后面 有讲到那个固化 经过凝固了以后 固化以后呢 他存到长期记忆里面去 如果你没有这一段 就不会存到长期 记忆就没有 我们一个说最好的例子 就是桃园 刘邦有命案 这个他里面不是有个活口 邓文昌吗 一个议员嘛 一个议员 他没有死吗 后来附电道可以打麻将 那你说就去问他 这是谁上的 当时怎么回事 谁上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他那段是空白 不是忘 他是空白 就是没有经过Consolidate 没有经过固化的记忆 就流失掉了 他是因为太害怕 当时到底怎么 不是 我们的记忆需要 一段时间固化 这个固化 就很像手在石膏盆里面 压个印子 印子硬了 拿起来摇摇摇 没关系 可是印子还没有 石膏一摇 他就不见掉了 这个记忆 短期记忆 进入长期的时候 是希望经过一段固化的阶段 那比如说很多警察 常常问目击证人 那他如果他忘了 就想不到了 不乱讲一通 目击证人 我们说目击证人 因为他当事人 他会不知道 他不是忘 比方说在医院里 醒来了以后 警察就问他说 告诉我 刚刚是怎么回事 谁撞谁 是怎么回事 他大概只记得 车子对他开过来 然后怎么样 是空白的 大概至少有两分钟时间 是空白的 他们是没有办法的 是因为受伤太重 还是当时太shock 这是一个记忆的本质 就是你的记忆 一定需要 经过consolidate 最好的consolidate的时间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过睡眠了以后 这个记忆会变成你的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黄兰教授 谈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想要记忆 想要好好学习的 可能就要看这本书 了解至少了解 他的运作的过程 我们续续续续续回来 我是赵康 回你回到赵赵康 时间的现象 这本书有很多观念 譬如说学校会扼杀好奇心 有三种方法 事实上是 很多本来小孩都有好奇心 到学校出来就完了 都千篇一篇 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模子出来 另外说分数是一个 差践的错误的回馈替品 但学校现在不都打分数吗 那另外你这边有说 有四种 有四个支柱 学习有四个支柱 那到底是 The Four Pillars of Learning 到底是怎样 其实他这里面 我觉得他很好的地方 真的告诉你说 学习 我们去学校学习 是需要进步 可是不是要完美 我们不可以少一分打一下 这是个很错误的观念 因为老师自己 都不能考一百分 你凭什么去打人家 是不是 可是因为现在每一次 都是少一分打一下 很多孩子对于学习 是很恐惧的 最恐惧的就是考试 考试已经被污名化了 我以前有个老师 国中的 我觉得他有神经有问题 他不是少一分打一下 少一分打十下 少两分打九下 少三分打八 他说你少一分 你就可以一百分 就少那一分 说要多打你打得最重 所以学生要逃学吗 我觉得学生要逃学是有道理的吗 你看 我有朋友 我今年73岁 所以我们小学毕业是60年了 对不对 他告诉我 他还会做梦考试 这么老了还会 就是做梦 梦到说 哎呀走进考场 哎呀老师在发考捐 完了完了 今天要考什么 我连今天考什么都不知道 就恐惧就醒来 已经到现在过了60年 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真的好恐惧 我觉得这里面 是个很大的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人为什么要求他完美 对不对 就是学习就是 我进步就好吗 我每天有进步 我就学了吗 对不对 那所以他书里面告诉你说 考试是个非常糟糕的回馈 他说孩子为什么喜欢打电玩 因为电玩错了 你就是死了 也开机就活了吗 没有人打你啊 可以重新再来 对你可以重新再来 其实我们学习也是重新再来嘛 每天都重新再来 你为什么要打学生 打到后来还不敢来上学呢 是不是 那他里面 我昨天想到我儿子 当中学的时候 也是他突然问我说 爸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就问吧 谁发明考试的 他一定很气考试 谁怎么有考试 谁发明的考试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把考试看得这么重 你去想 为什么美国 他是一年只考一次 小学一年考一次 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 他们会考 然后学校还很正式 会写条纸说 礼拜一是你孩子的 这一年最重要的时候 他说请你务必给孩子 吃了早饭 再来考上学 因为吃了早饭 我们说碳水化合物 会进入大脑 变成血清脏素 帮助我们的记忆 对不对 所以他为什么不在 像我们台湾 不停的不停的 每个月断考呢 每个礼拜还考了 对 他说如果孩子的开窍 就要断考之后 这孩子多可怜 因为每个孩子开窍的早晚 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开窍的晚 开窍晚的话 就被你打到 他根本不敢学习了 可是一年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说 他们也是九月的时候 进学 对不对 学了一年 你就是开窍晚吧 你也追上来了 我觉得这是比较公平的方式 这考试 考试其实他是 在书上有告诉你 他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的一个方式 是减负你自己 学到什么东西 可是他要算分数 要挨打 那个就把整个考试的 那个意义都抹杀掉了 好 那学习的四个支柱 他第一个是说 Attention 注意力 那这也是真的 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 很多的讯息 要进入我们的短期记忆 它是有个瓶颈 那你就 就是说你注意的事情会进来 比方说人家叫你的名字 虽然很吵杂 你就会听到你自己的名字 对不对 那你有兴趣的 我们说 你要找你的女朋友 这么多人里面 你一眼就看到他了 你有兴趣的会进来 还有你的动机 我很想学这个东西 所以这种一出来 我马上会学会 所以他说有很多的条件 就是告诉你 他怎么可以帮助你把讯息 把不要的筛选掉 要的就进入我们的短期记忆 进入短期记忆里面以后 你就要经过附送啊 或者他就会告诉你说 有意义的东西记得久 那个有押韵的记得久 那个 一直重复的东西会记得久 所以他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关于学习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你不要在一个地方 被十次的那个生字 你要分十个不同的地方 被一次这个生字 这在英文上叫做spacing effect 就是趋开来间隔的效应 那这个理由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一次各念一次 对 比在一个地方念十次好 好很多 这原因就是在于说 那个我们每次看这个字的时候 每次都会有新奇感出来 这个字来了 好新奇感 这个新奇感呢 跟我们大脑里面要分别一个叫 Norpinephrine 就是叫做正式上限数 有关系 它会帮助我们把这个字 进入了我们的短期记忆 然后会帮助这个Norpinephrine 会帮助大脑把它记下来 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解释 这个spacing effect 为什么后者有效 前者没有效 你把它想象成一根绳子 把一个宝物绑了十遍 把它吹到骨径里面去藏着 另外一个方式呢 是有十根不同的绳子 把这个宝物呢 各绑一次 存到骨径里面去 那前者只要绳子一段 你拿不出来了 管你绑多少次 提取的线索没有了 你就出不来了 可是在后者的话呢 是我有十条不同的绳子 记住一套绳子不断就可以了 对只要有一条 你就拿得出来了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 让父母亲了解 今天大脑的学习的本质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让孩子教 我们就要教孩子记忆的时候 它就是不同的方式了嘛 同时 我一个字被识变 比方说mosquito 蚊子 那我见面 mosquito mosquito 大概三次以后 我们就变成这样的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就把他记念 不进脑里面了 就没有用了嘛 所以你看 你学会了这种记忆的本质 那你就不要去花钱上记忆补习班 不要那孩子就自然会学会嘛 学会 他说心知的本身是一个rewarding 你学到新东西你会很高兴 你的情绪会好 那他就 他是个正回馈 使你更想再去学新的东西 那为什么 这本书也提到说 比如说小孩 好像你的序还哪里提到 还是哪里写到 就是说他可以同时学两三种语文 没有问题的 像欧洲像我认识一个瑞士朋友 六种 对 他环境是这样子 是的 那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很难学 这里面 其实有个关系 就是我们说大脑有可塑性 就是那个 我们说像一个黏土 我可以去捏来捏去 这个可塑性 可塑性会 因为你的时间的过去 年龄的增长 它慢慢萎缩掉 变少掉 这里面的原因是 小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环境是什么 我得赶快学 为了生存 生存 对 我学这个东西 我都需要很多大脑的资源 可是我们到 我们像说成年以后 你的环境基本上不会太大的改变 而我们发现 今天我用 这个人为什么要习惯化 我60%的行为 是一个习惯化的行为 我如果已经知道怎么走路了 我走路根本想都不要想 就走 就这样走了 我会骑假车了 上了假车我就会骑了 一辈子都会骑了 对 我就根本不再去想他 你大脑用的资源很少 那小的时候 你会看到 在五岁的孩子 他大脑活化的程度 是我们成人的两倍半 因为他用很多的资源 所以小孩子 真的孩子吃得多 睡得多 大脑用很多的资源 那我们到老的时候 真的资源慢慢也减少 那我们就保 要保持这个资源 是我们可以过一天 所以我们就 我们说大人就很不愿意改变 就守旧 守成 就不愿意改变了 年轻的人 就出生之都不怕虎 他就敢去闯新的东西 年纪大人就觉得 哎呀一动不如一进 就这样子了 他其实有大脑资源不够的关系 因为大脑资源不够 那年纪大人能不能 给他大脑多一点资源 他也会想改变 是可以 我们还是给 因为我们的大脑资源是可以 我们做假 allocate 你自己去分配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现在在学新的东西 我会全身贯注在学它 我可能就把炉子上的火 那个菜就 忘掉了 对对对 就烧焦了 会有这样子 只能 只能在一个地方了 一心不能二用 有点的味道 就会这样子了 是 那年纪大的人 比如我看很多人退学 我要学西班牙文 我要学法文 是 这样好吗 可以 非常好 因为他学新的东西 会使大脑里面 分泌 我们刚刚讲的 Norpenerfin出来 学新东西的时候会 这个会 这个新东西的话呢 这个Norpenerfin 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看到说 那个已经被 这个什么Beta-Amerin 叫做那个 类淀粉蛋白 侵害的那个神经细胞 如果泡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症状腺树里面的时候 它的受伤的部分会减轻 就是学新东西 可以帮助你 抵抗这个阿兹海默症 那所以看电视 就不会眼睛被动那边 一直看 那就对你没有帮助 但是学新东西的时候 你大脑资源要来 这个每个部分 都要动的时候 尤其是 我们在实验上看到 把一个国中生 放在核磁工程里面 让他解数学题目 他就要用脑了 他要专心去做 他的脑干里面 一个叫蓝斑合 就大量的分泌 这个症状腺树出来了 就对他学习有帮助 然后对他大脑也有帮助了 所以洪教授意思是说 新啊 新的东西 要学新的 不能老是一层不变 对对对 是的 就也不动脑了 反正就每天就这样 对 所以 所以他们到各自旅行 看新的事物 新的人 新的文化 也蛮好吗 对对 都会有些新的 好 也很好 可是要讲一件事 你在看新的东西之后 你会紧张 所以通常你会便秘 然后呢 回来以后 如果出国去比方说 所以旅行的人有时候容易便秘 便秘 然后回来以后容易感冒 因为你在学新的东西 不就你看到不同的东西 看新东西没有错 对不对 你又在学新的很好 但是呢 你大脑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因为这不是你手机的环境 可能有人会害你 可能有人要抢你的皮包 那你说我没有紧张 我是跟着导游 导游不丢我就没丢 对不对 好 你还是潜意识 你的注意力会特别的比平常多 因为平常我们走路 在手机的环境里面 有的时候你就走过去 有看没有见 可是在外面 你真的就是每个量力度得注意 然后 还有很多人睡新的 比方说住旅馆 睡床不习惯 他会晚上睡的不好 那么睡觉 我们发现说睡眠减少 会降低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回来的时候坐飞机 飞机是个密闭空间 里面有很多的细菌 对不对 那我们以前抵抗力好的时候 没关系 对 然后因为抵抗力不好 所以密闭空间 回来就会感冒 所以会看到这样子 老人家是这样 出去玩是很好 但是不能太久 而且也不能太频繁 要注意的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黄南教授谈他的心 说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远流出版社出的 我们接下来回来 我是赵浩康 回你回到赵赵浩康 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黄南教授 谈他的翻译的书 远流出的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那刚刚有提到说 这边有讲说 学习的四根支柱 第一个是注意力 attention我们讲的 第二个叫主动 积极主动参与 所以就要叫好奇心 然后第三个叫做错误回馈 这 arrow feedback 然后第四个就我们刚刚也谈到 consultation就是固化 学习的东西呢 自动化固化 而且睡眠是很重要 让它固化 那我们刚刚讲的注意力 主动参与好奇心 那小孩子比较好奇心 都没看过 人大了以后说 我吃过的盐比你走 我什么比我什么走 什么吃过的盐比你 吃过饭都 走过的路都多 吃过饭都多 他就什么事都没有好奇 我都见过了 见怪不怪了 那他 所以为什么小孩学的比较快 最近会好奇 东西要摸西要摸 对 是的 所以我们说 大人不要常常跟孩子说 不要碰不要摸 我们都讲说不要不要 那我们说孩子 九个月会爬了以后 你把客厅里所有东西都搬走 让他尽量去探索 反正你不要他摸的东西就拿走 我们最不要就是 东西放在那边引诱他 然后运不准他就摸 对 我记得那时候 孩子我们去吃铁板烧 我就问那个师傅 我说这个铁板烧这么热 小孩子碰了怎么办 他碰第二次不会碰了 对 没有错 给他碰一次他就不会碰了 这次好不错 一次当了就不会再碰了 真的是这样 我们就叫one child 人里叫一次的学习 你看孩子喜欢玩火柴 对不对 台湾以前发生过火柴 把蚊帐烧起来 然后把房子烧掉什么 这个火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东西 连动物都是 因为他会跳动 所以隔岸光火很兴奋 对对对 就真的是这样火很吸引人和动物了 那你怎么 把原始的一个什么欲望 是的是的 真的是火 你看我们如果说露营 一定要起营火 是野兽不会来嘛 对不对 露营的时候晚上一定要有个人守着 就一直添火 你只要是添了火 狼在外面围着你 他就不会过来嘛 那这边的时候 我们怎么让一个婴儿 或者一个小孩子 不去碰这个火 美国的妈妈是 我花一个火才烫你一下 就知道了 你这一次知道说 这个火才为什么不可以玩 烫到它会痛 因为你不是烫得很厉害 痛都会好 可是这个痛的记忆 人的演化的过程里面 知道说大自然不给你第二次机会 对不对 你第二次再去犯你就死了嘛 大自然不给你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如果没死 第一次如果没死的话 所以这里面的时候 人对于不好的记忆会记得比较久 人为什么会什么忘恩负义 你帮了我以后 我很高兴我就忘掉了 对不对 可是我在这边受苦 那一辈子不忘掉 就是你害我的 这是有道理的 对有道理的 那什么但有旧欢心愿也是这样 旧的好像 他们就新的 新的有的时候 比较容易忘掉 旧的记得比较牢固这样 可能都跟这个记有关 跟人在演化过程喜心厌旧 那个记仇不记恩 真的是有这个大脑里的关系 那错误回馈是什么意思 错误就是人一定会犯错嘛 对不对 阿姨散说没有犯过错的人就没有创造力嘛 他就不会去试新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人一定要犯错的时候 你错要马上告诉他 小孩子现在犯错 你不要等说等你爸回来再来教训你 或者是等我回家再来 那当场就要告诉你这请问是不可以的 当场要解决掉 所以错误的立即的回馈 那么这立即回馈呢 其实很重要是在我们的语言的学习上 你看我们孩子我们讲话 那个嘴巴讲耳朵就听嘛 如果今天讲出来的跟人家讲的不一样 那我就赶快调整我的发音器官 我要讲的跟那个 所以你可不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孩子 哪怕他的保姆讲的是什么方言 或者他的母亲讲的是外国 可能孩子如果跟一进小学 一进幼儿园以后 他绝对会讲很正确的当地的语言出来嘛 那我也看到说龙亚生 比方说这个龙亚生 他在八九个月的时候 他也会babbling 也会压压血语 可是因为他讲出来的话 耳朵听不见啊 就没有回馈 然后他语言就没有了 不能矫正他自己 语言就没有掉了 所以龙亚生八个月的时候 也是看他在发音啊 就是很可惜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注定期 就是耳朵有问题 嘴巴其实没有问题 对嘴巴没有问题 是耳朵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接到 接受到那个正确的发音是怎么样 他就没有那个回馈 去改正他自己的发音 后面语言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才讲说 如果孩子一生起来 耳朵有问题的话 及早去做治疗 尤其是耳窝的那个 就是cochlear implant 那个要很早做 才会有帮助 好那么所以第三个叫积极回馈 就是这个跟现实的对比了 修正 最后是固化 就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还是要把它固化起来 存在我们脑里面 是的 那如何固化呢 就是只有睡觉吗 没有 这个固化里面 透过我们刚刚讲过说 如果说你今天这东西是有意义的 你了解了以后 有意义东西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背景里面 我们的大脑里面 有很多叫背景知识 有很多的架构 英文叫做schema 这个讯息进来了以后呢 如果它能够fit into 我们原来的schema 那意义就出来了嘛 就说为什么它这样子 为什么这东西是 那我就了解了 一了解以后你的那个loading 当然兴趣loading就变轻了 我就记住了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说 就没有用的不记 我只记得有用的就是 对对对对没错 我这边讲个很好的实验 先给你看字 看100个生字 这个字先出现 然后后面给你一个r 说你要记得 然后这个字出现 后面给你一个red 就说forgetting 一个f 就我们用绿色和红色 就告诉你说 你要记这个字 或你要忘了这个字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是先看到这个字 然后再给你指示 对不对 然后就叫你回家去睡觉 睡觉以后 电影像叫你把 昨天看到的字 把它默写出来 那你就会发现 它默写出来 有睡觉的 多半都是默写 那个你要记住的字 表示在梦里面的时候 我拿出来整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叫non-real sleep 就是非做梦的 那段时间里面 他把它拿出来整理的时候 那个红色 那个要forget 就把它剔除掉了 然后我的绿色 我就保留下来 那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 这是为什么我们只 我们会记得 我们喜欢哪个老师 他讲的话 就会记得 我们喜欢哪个领域 我们就会记得 这里面东西 而如果我讨厌某个老师 或我不喜欢数学 那这个东西 讲了半天我就学不会 就在梦里面 他自己会给你做剔除 而那个没有睡觉 就是前天晚上 不让你睡觉 然后早上再来 叫你去做回馈 回忆的时候 他出来很多 叫做intrusion 就是我本来应该 把那个红的忘掉 可是他就出来了 因为我做梦的时候 晚上没有时间把它整理 所以这个睡眠 对于这个长期的记忆 是很有帮助的 那 因为为什么有些人 我听讲说 我每晚都做梦 生命品质不好 还记得他的梦 有的人就觉得 我都没做梦 其实有了 可能忘了 到底什么 其实一般来讲 当他做梦的时候 你是不记得的 你会记得的梦 是天快亮的时候 或者是你快 比方说有人要起来 就上厕所 那你快要醒来的时候 你的梦才会记得 因为我们一般做梦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一定要放松 叫Atonia 肌肉不放松 你爬起来就走路了 你就梦游了 你就会讲话了 你就去打人了 这里面为什么说打人 因为现在发现 孩子在做梦的时候 常常梦到奔跑 追逐 他说是演化 让你在做梦的时候 因为你肌肉都放松了 你可以很大胆的 在你的梦境里面 练习你谋生的那些技能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不对 在梦里面我们讲话 骂人 我们做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情绪中间 会大量的火化起来 可是因为我们 没有说出来 人睡着了 那个肌肉都放松了 那就这个都没有关系 所以做梦 弗里德说 那是一个你心灵的 那个洗涤什么的 这样子 那快要醒来的时候 你的梦才会记得 一般来讲梦是不记得的 我们碰到很多人说 老师我从来不做梦 我一觉睡到天亮 你把他在实验室里面睡觉 头上带那个 我们做脑波仪 做梦的时候 有个两个指标 眼球跳动和贝塔波 你就会发现 他一定有做梦 我们一般人 做四到五次梦 是有的 都会做就是 一定有 只是记不记得 只是记不记得 而且我跟你讲 如果我今天让你睡觉 不让你做梦 你的学习是严重受损 所以 所以 固化是在做梦的时候 固的 是的 好 这个实验是这样 他发现在海马回 我们管记忆的那个地方 在晚上睡觉 做梦的时候 他会有 我们说100个到200个毫秒 电波 就一直往 我们管长期记忆的 association area 叫做连接区块 一生里面来回来回 好像把这个仓库里东西 晕到那边去除陈起来 那你看到这样以后 你就把它打断 你不准它这样做 好 你第二天早上会发现 因为你仓库是满的 就学不到很多新的东西 进不去了 因为仓库是满的 所以仓库要经常清空 就是 要清空 要清空 是的 所以睡午觉有帮助 这样子 睡午觉 短也有帮助 对不对 对 睡午觉 其实对小孩子来讲 他大约要睡到40分钟 可是我们大人睡20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黄南教授 听听以后 你看看说你就知道 要怎么记忆了 这个蛮重要的 有些人就 他很会记忆 什么过目不忘 有些人看了半天都忘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好康 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黄南教授 谭远流出的这本书 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很重要的一本书 让我们了解 大脑到底怎么学习 我们只剩下三分钟 来黄教授做个结论吧 好 我们人都会讲话 也都会认得字 都会阅读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 他其实大脑是 这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人会讲话 假如我们没有当时去想要 教机器人讲话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 说我怎么学会讲话的 对不对 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教机器人讲话 才知道说 一个小孩子能够生下来 靠着耳朵听 父母亲讲那么多一大堆 你完全不知道 什么意思的话 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个字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人真的是 一个摇篮里的科学家 然后阅读 我都认得字 那为什么我读不进去呢 这里面就跟我们阅读的策略 我们说很多孩子 真的不是笨 他学习的方法不对 所以这书的最后面 那四个所谓的资助呢 就是告诉你 尤其是刚刚您在讲 孩子一定要喜欢这个老师 他一定对这个学习的领域 不能恐惧 恐惧是 恐惧是学不进去的 我们常听到妈妈在讲 哎呀上次考50分 下包赶快给我做功课 孩子被骂了以后说 上次考50分 现在做也来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时候 我们说动机很重要 动机使你这个讯息 最后能进入你的短期记忆 然后才能够进入你的长期记忆 书里面有讲到睡眠 其实现在外面 房间有很多关于睡眠的书 睡眠真的很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孩子 尤其是国中生 他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 大脑里面分泌 那个退黑激素的时间变晚了 所以他们晚上睡觉 想到要去睡觉的时间 到了11点以后 那么你要让他睡得够 那你是不是早上上学的时间 要延后一点呢 所以美国有18个州 把上学的时间延后了嘛 可是台湾这边就不肯啊 而且还要延后以后 学生开车出车祸都减少 减少对 那我们这边就提出来说 那就慢一点嘛 学生上课睡饱了 也不会每天在课堂里面要打课 所以吵架打架什么之类的 可是反对的理由是说 父母亲要送孩子去上学 那么如果今天父母亲去上班了 那个孩子还在家里 那孩子就不上学 不能 那这里面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学习是孩子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那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克服嘛 对不对 可以有校车 可以有什么东西 那么还有就是 现在有很多的 孩子学生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去 又有公车又有什么 这个东西是可以克服的 可是我不能因为说 哎呀我没有办法让孩子 送孩子去上学 我把他学习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拿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常看到台湾现在 有很多的地方 是你的目的是这个 所以你不能因为说 哎呀比方说改考圈方便 全部出选择题 可是只有在问答题 才能知道孩子学的是什么 你为了改考圈方便 就把那个 我们说把那个 丢洗澡水 把baby也丢出去了 把重点给丢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提醒父母亲 大脑学习是怎么回事 尤其他要精准的学习的时候 你的孩子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当然给他什么样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是光学习 是精准学习 对 因为学习有很多种 我随便乱学也是学 我要精准的学习 我要学什么 我也把那个学好这样 对对对 这个蛮重要的 好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黄南教授 来跟我们谈 大脑如何精准学习 我想这不只是对孩子了 对大人其实也蛮重要 我们想学到老 活到老 对对对 不断在学 是的 好 谢谢黄教授 没有 谢谢您 谢谢 谢谢